民间乡三观国中在106年正式成立体育班 校长吴明顺感谢蒋宗伦教授兼当保姆 把球员照顾得无为不至 以及家长会的支持 让学生吃得饱、睡得好、精神好 参加各项比赛 感谢我们蒋教练跟我们助理教练 非常的一个用心 他能够担任最好的老师 也担任最好的保姆 像晚上他们也必须要去煮饭 让学生吃得饱 当然晚上也要来照顾他们 照顾得无为不至 尤其我们谢会长在哪边有吃的 哪边有一些支援 他都马上就能够来协助学校 让学生能够睡得饱、吃得饱 然后精神好来参加各项比赛 三观国中家长会长谢启安 感谢各界的赞助及协助 而学生也很努力耕耘 终于有精致的好成绩 三国中棒球队成立两年以来 学生都非常的努力 最重要是球员的家长都非常配合 所以假日也要到学校来练球 那他们辛苦耕耘 然后把基本功练好 今天终于有好的成绩 但是在这边也要特别感谢 我们南投县有很多知名的企业 来帮忙赞助 那当初成立的时候呢 他们没有很多的经费 那也感谢家长会其他的成员 县内的村里长代表议员的帮忙 县议员尤鸿达也肯定这些棒球队学生 每人都能认真练球 希望能在下次的全国比赛中 同样拿到好成绩 三观国中这个协会成立才两年 在我们师生跟我们的销练团 努力担任之下 跟我们的棒球队 帮忙真的有出色 尤其我们的这些选手 大部分都来到原乡 所以说我们 相信说我们这些选手 大家都非常克服耐劳 真的认真在研究 所以说这次在这些联赛 普段我们来给他们困定 阿嬷来给他们加用 因为这次的联赛拿到 就是要来我们加技 在四月设备开始 为了展开我们的全国赛 那么原来让我们南投线的棒运 来得到更好的成绩 三观国中棒球队成立两年来 日前荣获第一座全线的冠军奖座 非常感谢各界的协助 让球员们对进军全国赛充满信心 记者王水县民间采访报导